我認為其實最壞時候 其實雖然吳宜龍敗了 可是我有一種感覺 好像已經過去了 為什麼覺得有點水光 好像 你是什麼東西好像過去 為什麼這樣講 要講清楚 我現在就要講 我的朋友就是那邊的長期的選民 他就住在北松山 夠藍的吧 他一大早就去投票 他說看到了一個奇觀 他沒看過 他說很多年輕人去投票 真的 真的 不過北松山最後 吳宜龍還是輸很多 可是你聽我講 他說有很多年輕人 我們這一次不就是民進黨 丟失了很多年輕人 跟中間選民嗎 他說不只是很多年輕人去 而且他說有一些 他覺得那些人 不會進投開票所的 也進去了 我說什麼 他說比如說看起來很性格 然後呢 會睡到很晚的 頭髮留著長矢的 對你聽我講 砸個螞蟻巴的 都跑去排隊投票 把這螞蟻巴 你是說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 對 他說這個看起來 不太會像一大早去投票 他說他覺得 有點不一樣的氣氛出來 所以對吳宜龍這選舉 我簡單來講 我有幾個結論 第一個 實質面 輸了就是輸了 但是 從形象面來講 我覺得是贏了 這個形象面長期來講 怎麼樣讓民眾 感覺到一種正向的力量 然後外溢效應 因為選舉形象的感覺 是很重要的 他可能不是只是一個地方選舉 當大家看到國民黨 那麼驕傲 用仇恨值 大家是落跑 那吳宜龍堅持正面選舉 甚至吸引了一些中間年輕選民 有沒有可能外溢的形象的效應 這可能是一個短空而長多 第二個一點就是說呢 我希望就是說 這一次吳宜龍當然非常好 但是我們要知道 每個選區有每個選區的狀況 不可複製 吳宜龍的選區 也許適合在都會區的 他自己的性格也適合 但是但是我也必須要講 有時候腦筋要轉一轉 堅持正面選舉是不錯的 但什麼叫正面選舉 我請問一下 我就講說 怎麼樣子 攻守俱進的這個正面選舉 我幾個例子來說 王鴻溫是不是落跑 他就是 你說中山區的選民有沒有感覺 有感覺嘛 所以中山區這個很多地方翻綠了嘛 那北松山沒辦法 因為他太多選區是眷村的 好 可是可以翻的地方 你看到有感覺 可是吳宜龍他針對這一點 他只說 那王鴻溫留在市議會 欸 我們都換個說法 就像賴副的說法 王鴻溫有沒有背棄選民 是背棄選民的 你背棄跟選民的契約 對不對 第二 請你王鴻溫 你不要欺騙選民 然後請你把補助款拿出來捐出來 對不對 那你可以講一個很正面的價值 又或者我再講一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這個所謂的黑道的問題 很簡單啊 你吳宜龍你大可以正面的質問啊 請問一下 夜靈船是什麼 告訴我們 再來 你甚至可以進一步的 那是價值的選擇 我再請教各位 全世界最大的黑道是誰 你們告訴我是誰 我告訴你答案好不好 三個字 國民黨 不是 黑幫 全世界最大的黑幫幫族 是不是叫做習近平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你王鴻溫 你上中央電視台 你只敢講台灣地區領導人 你把我們國家國格放在哪邊 你要進軍國會 你要當國會議員 你到人家電視台去 你自我矮化 你面對這樣子中國的霸凌 你不敢說一聲 而我吳一農呢 你們在批評我的時候 連勝文在批評我的時候 我吳一農放棄美國國籍 我放棄千萬年薪 我回來 我親自投身 而且我是到這個 這個路特隊去最硬的 各位 有沒有對照出來啦 你會不會激發選民的熱情啊 這些都是正面喔 在正面裡頭你帶動熱情 王鴻溫不是不可擊倒 他是一個非常弱的對手 但是吳一農 我也勸吳一農 你這些乾淨的選舉 你選後態度 我都給你非常高的評價 但是所謂的正面選舉裡頭 你當然可以標榜 所謂的正面的價值 更有召喚熱情 淋漓的攻勢 你不僅是捍衛了自己價值 你質疑了對手 我可以跟你保證 我們很多基本盤 如果中山區更多基本盤出來 選舉的結果很可能不是如此 那這次不管如何 我就要走了一個 很好的一個形象的路 那將來再更補強一點 我認為未來大有可為